今天做一个玉米欧包 然后这是我发好的面 然后拿出来 放在案板上 把里面的气排一排 排一排里面的发酵好的空气 然后我们再放 这是多少块 5克黄油吧 黄油其实它是很香的 然后我就没有提前冷冻了 我想把它切成小丁 然后直接放进去揉 好黄油切好了 放进面团子中 然后揉 跟面团揉为一致 这次因为我水加的少一点 所以它很好揉 终于变成了我想要的那种面团 接下来就是揉 黄油揉进去 黄油是面团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能够带来一种很温的香味 是 但是这个面团跟我们在外面吃的是一样的口感 好接下来就揉 大家切记做面包的时候 水不能放多了 放多了你要加很多很多面粉 进去才能变成我这个样子 所以我这一次的话 水放少一点 加了面团 加了肉 那就啥 不会 因为它是有油 它至少不粘手了 是吧 它只是比较光滑 我们再尽力把它揉成一团 经过我的不鲜卤地 终于有了面团的样子 反正就是这样一直揉 揉成 先揉成一个条 我打算分剂子 分剂子 分剂子 就是大家记得 在之前最开始的时候 要将想要跟面团混在一起的 配料啊 在最开始 画面的时候之前 就把它融合在一起 这样的画面团 就可以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我今天因为没有其他的果酱了 所以我就做了最基础的这种 我等会里面打算放一点干豆片和玉米粒 作为一个酱心 我现在来分剂子了 我打算分成五等缝吧 基本上都是分成五等缝 然后剂子分好了以后呢 应该拿出我的胆面杖了 还没涨 之前是洗过的 揉一揉 我今天看那个博主做的时候 还能随意揉吧 没有什么要求 能把你的占量包进去就行 只要它 我上次搞的这个面团子 它还特别粘 这一次的面团子很好 好 上玉米粒 先把这个片给撕掉 这是我沾奥勒奇尼买的 六块钱五个的就是奶酪片 下次得得买那种干烙碎了 先做一个大的 然后加玉米 玉米的话 我直接用的是 拿回来的这种生玉米 试一下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我之前做过两种面包 做个蓝莓的 做薄薄的 我觉得蓝莓的是最好吃的 这一次又是一种新的 我看博主好像是这样子 捏成四个口子 试一下 捏成四个口子 然后把它捏捏好就行 不然它露出来 这个面团 它跟做包子的面团 它不一样的 它的粘性很足 所以它粘着 你就算轻轻一捏 它都不粘住 你帮我全部拍到吗 就这样捏 我很喜欢这种 比起面包的面团 我很喜欢这种薄薄的面团 其实它就是用高洁面糊做的 跟我在外面吃的那种面包 就是很类似的 然后我又很喜欢吃这种甜点 所以的话就打算自己研究研究 这一次做的话 比上两次的话 是更加顺手 得心一手了 就好像把它捏好就好 反正我也不在乎它的外形 自己吃吃了 捏好 其实这样就差不多了 我们先放在一旁备用 我先把它捏得 上面稍微捏得好看一点吧 好 最大油就这样子 放到一盘备用 然后我们开始再做第二个 第二个应该也是 比较大的 我就是往前后一推 这样子 我今天的面团子真的不 不连这个擀面杖了 我上一次用这个擀面杖的时候 它特别特别连 就是所有的面糊糊全部连在上面 水到最后 我都不想用这个擀面杖了 就弄得很烦 做面包的时候 还是有一个熟的熟的熟的过程 来会的时候是很令人心烦的 然后我再放掉一个奶酪干烙 我这边只有三个 所以的话 我打算就做三个干烙的吧 然后其余的 就在这边加点玉米粒就好了 其实我看那些博主的视频 他在放这个玉米的时候 他还要放一些火腿 奶酪之类的 但因为我家现在没有了 很难去买了 就这样吧 就最简单的就好 不然可能味道会更好一点吧 特别是我看放的那种 那种什么 放的那种 干烙碎吧 其实就是 我觉得就是 看起来特别好吃 我很想尝试那种的 等下次买了那个 吃药了起买一点 然后再回来尝试吧 然后买了这个玉米 我觉得也是 有一个比较便宜又比较好的 一个店推荐 就是奥德奇 我现在 因为我们家旁边就有个奥德奇 我可能在晚上回来的时候 就可以去逛一逛奥德奇 然后买一点 它的一些 主要是它的超值商品 就我觉得是 质量还可以 就品牌 然后呢 质量可以 价格也很好 像这个玉米的话 去核版本 它是需要 10块钱两根吧 然后也是 跟奥德奇一样的大小 但奥德奇的话可能就 5块9 就是买半两根 所以买这种超值商品 我推荐更 我更推荐去 销了起吧 然后这个的话 可能底部会稠一点 但是后面 在我用空气炸锅肉的时候 它 底部都不用太关心了 我们就看一下 底面是好的就行 然后这个也做好了 然后最后再来做一个 再来做一个 我感觉可以放半块来了 也是这样揉开 哇 好喜欢这个过程 好舒服 特别是它不连的时候 感觉中边还是特别轻化的 做的还是可以的 所以一定要切解 所以刚开始不熟的时候 如果网上的教程 说什么150克水 250克面粉的话 最好还是先放100克水 试一试 不然的话 一开始面团很稀 你就会 需要放很多很多的 这个 什么 最后放很多很多食用粉进去 我感觉 体验不是很好 我就感觉整一个 面团的分量的话是变了 我这里打算 切一半 然后我还要留到另外一半去做另外一个 就这样吧 下次的话有草莓 我打算尝试一个草莓酱的这样的一个配方吧 草莓酱的话它其实就很简单 在最开始和这个面团的时候 就可以把各种果酱 跟这个面团揉在一起 然后再去发酵 然后到了我这个步骤的话 只要切成几个团子 里面就不用做馅了嘛 然后就直接可以炸锅 二次发酵了 像我这个的话 因为有馅料嘛 所以还要再多余的一个步骤去做 这个也是会长得丑一点 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 我的原则就是把它裂好 就好 因为这是我第三次做这个甜点 你看到第三个做好 我们再来做第四个 同样的办法把它擀开 先擀一点 这样的话其实它也是不粘的 我下次的话还想在网上再多看几种 不同的一个做法 然后去尝试 我基本上都是看家里面有什么 一个材料一个土料 然后我再去看去做什么可谓的一个 口包 玉米还能再做两次 留点到最后一个办法 今天这个不知道效果会是怎么样 很期待 而且今天因为是周末嘛 所以的话 也是有时间去做 怎样的一个面包的 像我之前两次的话 都是在下班回家的时候做的 感觉时间太赶了 我下班回到家一般是七八点吧 然后吃完饭来做这个大约是 八九点的时候开始 然后才要发酵啊 要揉面要二次发酵这种 可能要等到十一点钟才能开始烤 烤好以后就到十一点半了 每一次十一年半的时候烤好了又不能吃 又只能放到第二天去吃 就不能吃到肉糊了 这样的一个包包了 所以后面的话 还是会选择在周末来做这样的一个甜品 同样的方法把它捏一捏 闻一下好香啊 就是那股 黄油的味道 好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 这个我揉面揉的比较随意啊 因为我不是做那种要卷起来卷几层的那种面包 所以的话我对于这个团子的这个形状啊 其实是没有要求的 好喜欢这个过程啊 最喜欢特别听话的面团 还特别听话的人 好最后一点点 搞起搞起 然后没有其他馅料了 就先这样吧 黄油那个知识的 烤知识啊 连起 这样也连起 不然它不变成一个长天 我爱喜欢这种长天 我喜欢绵绵的 手底层 包的东西打个断一下 刚刚做好的五个面团 然后我们放进空气炸锅 进行一个二次发酵 二次发酵的话 我们需要用保鲜膜 这样把它盖好 然后再不用开任何的一个温度 直接放进空气炸锅 中二十分钟就好 那我们等会再看二十分钟后的效果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 发好的面团 是这样的 然后再把这个保鲜膜打开 想要刮花刀的 可以刮几刀 那我也拿着我的水果刀 来刮几下吧 我上次没有刮 是怕刮到里面的新的 就类似于这样子刮一刮 这一步看自己的需求来啊 我刮着刮着 把我的玉米粒给刮出来了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希望吧 就这样我准备 就送进烤箱烤了 然后时间的话 我们先说一下温度吧 我基本上是 先选一下 温度我会选择 一百六十度 然后时间 先看 二十二分钟吧 我只烤一面就行 因为我之前烤过一面 烤过两面 我就烤一面就好了 然后就开始烤 不用翻面 翻面的话 底部也会很硬 会不是很好吃 那我们就等会儿 二十二分钟以后 再来看它烤成的样子吧 这是最好的面包 这是烤好后的面包里面的 然后这个玉米是特别甜 特别脆 刚刚因为我的芝士没有烤好嘛 所以我在这个底部又加了十分钟烤了一下 所以整体就是可能有点硬邦邦吧 但是里面是特别好吃的 玉米特别甜 欢迎大家尝试哦